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想要教這一個 因為它比較多內容可以教 當然它的重點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觀看一下這一個範例 剛剛我點了一下它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 你看五分鐘它就介紹完這個圖了 可是我要告訴你這個圖 這個圖很奇怪 在美國大概就會有一兩萬人去看 可是在台灣我就算做完大概只有四五十個人看 真的差很多 這是我們可能要自己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去取得這個 Top code meter Meter應該知道就是一個表 一個表 那個指針那個表 然後我們就去AID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不是有辦例的下載 辦例 然後這邊就是PDIZ 好我都下載好了 所以我要包含講這個部分 所以就點它去下載 我想應該沒問題 還有點它 所以就請你們現在點一下它 它這邊是不是就下載了 它是一個PDIZ 這意思就是那個辦例 然後點這個 然後點這個 點它 然後這邊它是不是就去下載了 這個 下載了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來去開啟它 直接開啟 因為稍微注意 這兩個檔案的副檔名不太一樣 這個是APP APP各位知道嗎 就是一個類似像它要外掛進去的一個小工具 就是這個裡面不是有很多圖嗎 好 要點點點去增加這個自訂視覺效果 好 那所以請你先下載那兩個 一個是辦例檔案 一個是APP 好請你們動手做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下載了兩個檔案 一個是tacometer.3.0.1.0 你知道你看不出來 哪一個是APP 哪一個是我們的PowerDI 看得出來嗎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PowerDI 這就是我們的PowerDI 就是PDIX那個文件 這個呢 是APP APP 好 快速點亮一下 打開這一個檔案 稍微注意 看圖示 打開之後呢 它這邊是不是有三個圖表 對不對 這三個圖表呢 各位大概去理解一下 你現在理解這邊是不是至少 假設我想要理解這張圖表 我是不是就點它 這裡 我們應該要習慣先去看 這裡面的一個個值 這裡面你看 它這邊放了一個叫做 首先你先看一下這裡面的欄位 它全部都在這裡 VALENT VALENT它是一個重擊 一個很大的數字就對了 那你通常會把很大的數字呢 可能會把它變成一個透過指針的方式來去 它是這邊是希望這樣子來去呈現 那我們有分什麼 有分就是開始的一個值 最基本的值 然後這邊叫安全區 這邊叫做什麼 危險區 類似這樣子的意義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這裡 當我們今天看到這裡面 一二三四五五個資料表 五個資料表 這邊就會看到一個黃色的部分 黃色部分就代表 我有使用到的資料表 所以這張圖用到的是這張資料表 這張圖用到的是這個資料表 這張圖用到的是這張資料表 依此類推 所以以圖來說 你大概知道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看這一張 因為重點 重點我只是要教你們會應用它就可以了 好 那你看 在這裡面是不是有值VALUE 好 這邊有一個COVALENT 然後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值嘛 值要用這裡面的COVALENT 那你一定會想說 這個COVALENT是什麼 那沒關係啊 我們就直接去看一下 你看 剛剛是不是這張工作表 所以我們點它 這張工作表COVALENT 七萬八 所以這個值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地區嘛 就是這裡面也就只有1,2,3,4,5,6 是不是只有6個 所以到時候你要用的是 全部都是量值 你是不是會有那個新增資料行 那是一整行的值 它會新增一個總TOTAL 所以你要用的都是量值 可以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邊 Location就是什麼位置 例如說CENTRAL A 然後呢 它的又負載的能力 假設總TOTAL是個十百千 十二萬 十二萬 那其中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資料的時候 都可以加這些東西 讓它顯示的 比較容易顯示 那再接下來 這個數值呢 這個COVALENT 就是目前 COVALENT COVALENT是什麼意思 現在打電話進來 那叫COVALENT 線上 現在這個值是七萬八 這樣知道喔 接下來這邊 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high low 就是最高那個綠色 綠色到什麼 最低 低的話 因為總共是一萬 十二萬 最低三萬 就是綠色的開始 是三萬 那綠色的結束是八萬五 這樣大概知道喔 好 那相對的 相對的 我們去看這張報表 它是不是用了一個 第一個值 就是COVALENT 然後第二個值 是不是 就是 總共十二萬 十二萬 是不是到這邊 零到十二萬 然後接下來 這邊它必須要 放這個綠色 綠色的 開始 是三萬 三萬在這裡 就是三十個 K K就是千 這邊呢 是不是八萬 五千 放那個high low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喔 好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假設要拿來應用 你會把它想成 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好像達成率 達成率那個意思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現在的COVALUE是78K 78K 在總共十二萬裡面 達成了65% 它只是要顯示這個圖啦 所以針對這個業務人員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這件事 知道它的一個使用面喔 所以呢 假設我今天我新增加一張圖 新增加一張圖 那我就用這一個 因為它現在這個檔案 這個PBIX 它本身就已經把那個TACOMETER 好 就直接叫進來了 如果你沒有這個TACOMETER 點點點 匯入 對不對 是不是這邊有一個匯入 匯入之後去選 剛剛我是放在下載裡面 這一個 直接點開啟就擋 如果你沒有的話 匯入制定的視覺效果 好 現在有就直接點它 接下來呢 我是不是要去做那個值 我就放這個 好 我現在是不是78 剛剛這邊這個值是對的 然後這個值應該是放能力 總共是120k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range2 range2 我們放的是低的 range3 我們放的是高的 然後 現在重點是我們是不是還缺那個百分比 剛剛這邊它是不是 這個字的大小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要做到跟它一樣的話 這邊欄位的選擇 我想應該沒問題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 我們會希望出現這個65% 65%怎麼出現呢 在這個地方應該沒有什麼其他要去做修改 那是不是還有這一個 這個 這個在這個地方呢 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它是不是 百分比 好 好 例如說這個target它是用開啟的 然後指針 我記得它有一個地方它是 反正這邊全部都是開啟 一直到標題這邊全部都是開啟 那我們就去把剛剛這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也打開 這邊就出現65%了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你要再去看細部的一些格式的修改 就在這邊就對了 你看嘛 至少在這個地方是會看到這邊比較窄一點小一點嘛 好 那不是在這邊挑選囉 那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到這個地方來去找了 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這件事啦 你就可以做到跟它一樣 就算說你今天不用做到跟它一樣 基本的樣子已經出來了 這個字的大小其實也可以再去調整一下 好 看你要改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數值 就請你們動手 至少會先畫出這張圖囉 好 請你們動手做一下 有一個多不少的 有一個多不少的 但是 將什麼在這裡 有一個沒有我